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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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找你嗎? 柯子柯還在找女朋友 他是挺帥的 看來應該是他異空逃走的時候 匆忙就是留下了 水晶球上留下的指紋 很可能是異空 指紋 為何異空的指紋不見了? 劉Sir, 怎麼樣? 劉Sir, 鑑制那邊怎麼說的? 那些指紋的地方無緣無故不見了? 他們都騙了 唯一可以解釋 就是有人把指紋抹走了 房間要拍卡出入 當時只有犀利妹在房間裡 難道是他? 你瘋了 犀利妹像飛Sir一樣 疾惡如仇 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就是了 我也相信犀利妹不會這麼做的 站著說不信沒用 找個真相出來最實際 劉Sir, 跟犀利妹聊天 犀利妹, 你每個月小多少錢 有沒有錢值? 每個月除了給家用之外 我上班的費用都是坐車吃飯 最多是平時買玩具給我兒子玩 只有這麼多 不用當間的時候 我多數是在家裡吃飯的 就算在餐廳 我每餐都是二十多三十塊 至於儲得多少錢? 我想每個月都是八、九千 那有沒有賭錢? 沒有, 買六合彩 沒有, 六合彩都是和你們合奮的 又買衣服, 是不是賭卡嗎? 那些卡數是否過個月清 又或者是交過最低還款額 又或者是否在家人等錢 請問你借這樣 不是, 郭先生, 你們以為我為了錢 收受利益幫個有錢人毀滅證據嗎? 我們隨家世世代代當差 正宗務國除暴安留 維護法紀的東西我就懂 探了枉法有為正義 那些妨礙司法公正的東西 我不懂的 你們這樣看我, 我不開心 你別這樣, 我們相信你 但程序上我們會調查的 我知道, 對不起, 我剛才激動了 空氣上的子民 的確是經理手不揭 我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我們 我相信Lo Sir, 你可以幫到我 我們會盡力把整件事塗在水落石上 謝謝Sir, 謝謝PC 一般的子民通常包含了 人體體表分泌出來的多種化學物質 包括蛋白質、脂肪酸和鹽分 在高溫爆炸的情況之下 蛋白質和脂肪酸都難以保存 但是鹽分本身的化學性質高度穩定 所以它流傳下來 據我所知, 英國的科學家 最近發明了一種子民檢測技術 利用儀器對殘留在物體表面的 鹽分進行掃描 再用電腦 恢復原先留下子民的面貌 不過重點是 現在失事的子民 並不是因為受到高溫而消失 所以就算有這部儀器 也未必有用 那會不會有其他儀器可以幫忙 或者你不知道 你其他科學家朋友會知道 麻煩你, 如果沒有了子民 那件空氣就不可以做呈堂證物 兇手就會逍遙法外 有些消失就是消失了 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 去處理這件事 譬如說, 為什麼那些子民會不見了? 我沒有, 我沒有瞞著那些子民 我真的沒有 不…我的意思是 我們可以向這個方向繼續探討 我們來找你 除了想知道 有沒有可能還原那些子民之外 也想知道 怎樣才會令那些子民消失? 目前可以肯定的 就是空氣上的子民 是被一些不知名的外來力量抹掉 但是這些外來力量 是人手刻意抹掉還是不小心? 還是透過某些物質令它消失? 我還未能回答你 不過很有興趣, 想知道為什麼 現在是找真相 不是參加興趣小組 Kings有興趣的題目 一定很快找到答案 但是那句, 你填字, 我拿獎 那就來吧 進來吧 七年妹 等我來 不用…是熱了 先躺一躺 七年妹 你媽媽知道千辛萬苦逗的鍋就回來 還是想去煮一煲火鍋湯過來 讓你就解憋了 還有這些朱古力, 是你大哥大叔給你的 說朱古力有什麼安多芬 可以令你大腦放鬆 解除抑鬱, 會開心一點 還有這個 日本青森鹽富士大蘋果 是你二老銀河包在店裡買的 歌仔也得唱, 我是一個大蘋果 對, 笑一下就好看, 來, 拿著 還有希仔那張一百分的測驗卷 你明白嗎?我知道你們也想我開心 收到了 細妹妹, 你要記住 你不是浪得虛名的 這一關你一定過得到 我們徐家上下, 每個人都相信你撐你的 飛Sir, 我自己壞不要緊 但如果這件事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們徐家世世代代為境界服務的英明 就在我手上斷攬了 我對不起列祖列宗 到時太英的神主派見到我 都來冒免了 他一定不承認我這個不肖子孫 來, 冷靜點來… 冰家大忌就是自亂陣腳 爸爸當妻這麼多年 見盡不少勒手棘手的案件 最後也要真相敗白 但這次真的只有我一個人在房間裡 那些子孫真的沒有了 除了是我抹, 還有誰抹? 糟了, 我會不會真的這麼失魂呢 抹走了子孫我自己不知道 糟了, 飛Sir可能我真的抹走了 糟了, 你這個臭小子 你又去完廁所了, 不生水喉 現在打到水震 媽子, 與我無關 最後被廁所害死女妹 我沒有生水喉嗎? 一時失魂有什麼奇怪的? 不是, 我當時很失魂地 在警署留下文件在監獄裡 我會不會又是收失活魂 抹走了子孫我自己不知道 糟了 糟了 冷靜…細妹妹, 冷靜 前兩天你去心理服務科見Dr. Law 那份心理評估報告現在在這裡 Lu Sir, 你不怕說 如果結果顯示是我的問題 是我失魂不得子孫的話 我願意承擔一切後果 那份心理評估報告 就不會告訴我是誰沒得子孫的 他只會告訴我你有輕微的精神緊張 以Dr. Law的分析 現在的都市人 因為每天面對很多不同的壓力 難以集中精神 很多時候在這裡做完的事 那時候又會忘記了 這些都是通市人的通病 以為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 那是不是真的我失魂, 自己沒得子孫? Dr. Law認為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人只會失魂幾秒鐘 但你要把空氣上的指紋 不會走得這麼徹底、這麼乾淨 起碼要接近一分鐘的時間 所以如果真的是你做的話 就不是失魂, 是黑門 不過你放心, 我相信你 但是公還公私還私 我想你暫時還是做些文書方面的工作 有任何問題嗎? Lo Sir 除了這扇門之外 根本沒有其他圖片進入這房間 如果照你的假設 指紋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 外來你沒走的話 而是怎樣下手 我想將凸出來的部分膠管和電線 拿回去發言 對了, 在電線膠管上 你到底發言什麼? 你看清楚一點 在電線膠管上有新磨擦過強症 那代表什麼? Professor King認為 有可能是透過這條電線膠管 在房間外把一些不知名的外來力 噴射進房間裡 把空氣上的指紋沒掉 這條電線膠管 正常應該是因應長度而才能過來 也就是說在膠管的管口 一定會有句報的痕跡 這裡這些, 還有一些舊的磨蠶痕跡 上面還有一些類似句之類的金屬物 兩樣東西互相磨擦 一定有損耗 一定留下痕跡和殘留物質 那你剛才所說的新的磨擦痕跡 上面又留下什麼殘留物質呢? 是否知道這些物質是什麼 就可以知道指紋失事的真相 至於現在這樣看 沒有留下任何物質 我馬上再做個分子分析 謝謝你 好,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每天喝超過五杯咖啡 有種輕微的焦慮 長期攝取五百紅黑咖啡因 有種失眠, 憂慮, 胃痛, 甚至頭痛 你這麼說, 我不敢喝 不過一下子減少吸收咖啡因 同樣會出現頭痛, 不安 焦慮, 神經質, 肥倦等徵狀 別說我不提醒你 那你全都說了 怎麼樣?有結果嗎? Professor King 今天是處理茶生日 請你吃蛋糕 謝謝 謝謝 不妨礙你們了 要不需要看著蛋糕弄了這麼久? 我知道你受學生歡迎 不過麻煩你快點說個結果給我聽 結果就是什麼都言不得了 不是吧? 分析過交管管口表面的分子 完全無法認出任何柴力的物質 但不是說兩件事會想摩擦 一定有損耗 一定留下痕跡和殘留物質嗎? 我也想知道 有什麼經過摩擦之後 是不會留下任何物質的 看你這麼投入的樣子我就放心 我想沒什麼難倒你 我這兩天上你 將資料由頭第一次 好, 希望又是你填字我獲獎 好, 別客氣 嚇死我了 去哪裡? 下班了, 現在回家了 你們呢? 不知道幾點才能下班 不, 我們還要過第二天 今晚有聯絡行動嘛 是嗎? 是呀, 你現在做文書工作 習不習慣嗎? 可以 提醒你 有得嘆時別燒嘆 輕輕鬆鬆, 鄧子豐 很快就沒事, 歸隊了 到時候做到你不做 謝謝你們鼓勵 我也想快點歸隊 做回真正的厲害妹 遲了, 不說了, 先做事 做事… 來吧 GiGi 你好 去哪裡? 入碼地 我去尖沙槌, 順路帶來 好 你來找Lo Sir嗎? 是 是不是單個案子有新進展? 還是沒有 對不起, 幫不了什麼 那你也別這麼說 我以為你有興趣的課題 會快點找到答案, 所以問問而已 如果沒有分析錯 其實你也不想上我的車 但是你也很想知道 我找Gordon是不是有什麼新進展 所以現在才坐我旁邊, 是嗎? 你…你這樣也可以分析嗎? 你猜的, 是嗎? 剛才我叫你, 你猶豫了半秒才上車 你就是憑這半秒分析這麼多東西出來? 那裡在實驗室, 我很有興趣 想知道為什麼那些紙毛很穏健座 可能在字眼上 令你覺得我好像要玩玩一下 我想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 你不是記住我說你 現在不是參加興趣小組 沒有, 這句說話介意到現在吧? 我不是介意的 而是你這句說話 令我覺得忽略了你的感受 而且我真的很努力, 想找到一個答案 很想可以幫你 你相信不關我的事嗎? 我相信Gordon 對不起, 我是否有用詞不當? 你不用這麼緊張, 我不是小器的人 況且你相信Lo Sir就夠了 不好意思 你千萬不要說不好意思 不是, 你懂得吧? 我… 其實你不是順路去尖沙咀 你打算繞我, 跟我說不好意思, 對嗎? 那我可以帶著大腦 我? 這裡轉了 轉了? 是… 這裡好像不被轉了 不是吧? 這樣… 糟了, 不好意思 這次是我說的, 真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把牛肉乾 讓我幫你噴吧 好 好 洗澡有什麼好看的? 我應該很快會想到一個答案 真的? 現在高壓水泄流 很多時候會用來做切割工程 或者清除一些頑固的污漬 它的衝擊力可以很大 也能解釋到膠管上的磨蝕情況 再加上它是液態 所以不會留下任何物質的成分 但是水噴出來會有水質的 但是當日在房裡 地上和桌面都很乾爽 沒錯 那會有什麼? 我認為很大機會 我跟Fest King根據原理 貴裝了這支高壓吞吹 它可以有效清除火粒 還有有機污垢 例如精密的儀器, 光纖 精密的表面, 電路板等等 這支槍是利用固態而氧化彈的火粒 去撞擊污垢 可以去除有機物和紙紋 紙紋? 這支槍可以清洗紙紋嗎? 趕上來, 要感謝你帶錯路 要不然也不會讓我看到 食環駐的小街車 我還要感謝你上次在餐廳等我過幾小時 等我一件雪糕蛋糕吃 雪糕蛋糕又關什麼事? 我一直在想 有什麼物質可以用高壓水水流的原理 又不留痕跡 我想了很久 終於讓我想起那天 在餐廳那件雪糕蛋糕 不是雪糕, 是乾冰 沒錯 乾冰? 用這支噴槍噴乾冰出來洗走指紋嗎? 可以這麼說 不過正確來說 應該是叫固態二氧化彈 我們現在模仿案犯現場的 天花板電線位 和桌面水晶球的高度和距離 嘗試用這支槍阻礙實踐 我們先填碼電線 石頭哥, 可以了 教授, 指紋已經消失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電線膠管上同有磨蝕的情況 但你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物質 原因是接噴槍噴出的乾冰微粒 利用動能轉換的方式 當能量超過表面黏著力 或者煩得啞耳力 污染的微粒就會被移除 而且二氧化大, 無色無味 很快會在空氣中散發 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那在香港哪裡可以買到這種槍? 我認為不是那麼容易買到 要特別向生產商訂造才行 我相信只要明白原理 要自製一支同類噴槍, 應該不難 我也是用市面上 普通的噴槍改裝的 適的人絕對沒有難度 槍在使用的時候 會發出一些很大的聲音 在案發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一些 好像嘖嘖的氣壓聲?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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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里妹 指紋消失之謎已經搞了一大半 由今天開始西里妹正式歸隊 幫我們一起搞了魚下的一半 我回來了 太好了 圖裡面的噴槍 是一支經過改裝的高壓噴槍 經過實驗證明 空氣上的指紋 極有可能是用這一類噴槍 將行高壓噴射固態二氧化碳來抹走 高壓噴射? 我們一直都很奇怪 這間房間閒閘能力是不能進去的 如果按照你這樣說的話 即是有人在房間外射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你抹走指紋 我們已經有了假設 宜空極有可能是用這一類噴槍 透過電線的膠管 將固態的二氧化碳射進房間裡 那這個會是什麼人呢? 我覺得是這個人拿走我的檔案 放在餐廳裡 引我離開那間房間 這個人極有可能經常出入我們重案組 而且很熟悉我們運作 如先知道犀利妹會進房間裡 拿出空氣, 讓她有機會抹走指紋 我記得教授經說過 用這類高壓槍噴射的時候 會發出一些嘶嘶的氣壓聲 Lo Sir, 我想起一個人了 誰? 最近在我們外面做裝修的師傅, 江紹榮 沒錯, 最近我們辦公室的工程 經常習慣這種聲音 只能給江紹榮一個很好的機會 Lo Sir, 那立刻刮這傢伙回來找找他 大家不要輕巧妄動 整件事牽涉一宗謀殺案 中間究竟江紹榮和怡翁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要幫他抹走指紋 整件事還很複雜 不過既然有新的線索, 大家回去查 BC, 你跟厲害不要去五金譜問一下 究竟江紹榮有沒有買過這類噴槍或零件 阿白大占, 跟著這傢伙, 看看是否在這裡 是, Sir 柴皮榮嘛, 他光顧了我很多年了 他早前才來光顧我買這隻噴嘴而已 老闆, 弄一支小蚊子來 柴皮榮, 怎麼最近這麼會享受 以前媽媽蒸送叉燒飯 現在天天燒鵝給送蚊子, 還有臭菜嗎 發財沒這麼做 做得這麼辛苦, 當然要自己享受 來吧… 江紹榮先生, 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盧天函 現在懷疑你收受負傷周興的金錢利益 和一種毀滅證據 妨害司法公正的事件受關 這張是搜查令 Sir, 我真的沒收過人的錢 也沒搞過你的什麼證物 是呀, 你們先搞清楚吧 你沒收人的錢, 找什麼還清卡數 我們全都清掉你的錢 你之前那幾張信用券欠我的數 一尺, 每個月就要量數、蓋數 上個星期一泡都清光了 你戶口還多了二十多萬 誰給你的? Sir, 我去澳門年過七關 贏回來的, 行不行? 聲大大沒用的 我們有齊你近半年的出入境紀錄 你根本沒去過澳門 你去哪裡贏錢, 去哪裡連過七關 還有, 我們有你和周興 手提電話的通話記錄 證明你在這個月的七日和八日 這兩天之內跟我聯絡了三次 你還抵賴什麼? Sir, 你別說這麼多 你有證據就抓我吧 Sir, 就算我真的突然有錢 就算我真的有和周興討過電話 那你也沒有證據, 說我抹了你的指紋 你們別說得很可惡 羅Sir, 有這裡 應該是攻打噴槍去噴嘴 是嗎? 噴槍是我自己陷的 如果我不欠占人周興債 我也不會這麼做 那是你落贖周興 還是周興給你錢, 要你這麼做? 你們別胡說 我兒子怎麼會殺人? 我有很多錢 我請的全香港最好的律師 花很多錢, 我一樣幫他打 你們銀行狼哄我 身體數用卡的時候 不見你們這樣的聲音 差你少錢而已, 馬上吹吹吹吹 還不還不還還這個名字? 誰呀? 還有錢了, 有錢還沒有? 還不暈後骨致腐? 等等 有料到 空氣水晶球像是掌造的一部分 等等 知道空氣水晶球是什麼就好辦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周先生, 警方已經有足夠的證據 控告你兒子謀殺 不過你放心, 我只要五十萬而已 保證你兒子沒事 誰漏了一個圖案在帳篷? 像是徐少爺的 謝謝你 不用 乾杯… 這次成功破案, 兼還清白 我真的喝了一杯, 兼有夠好睡 聽著阿宇, 先去踢一場靚音樂 厲害的妹妹 你也知道你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總之, 學聰明一點 以後少做少錯 不做就不錯了 少說少錯, 不說不錯 你還大老, 怎麼叫我妹妹學年輕學眼 不是, 徐步、安良 慰聞請命是他們徐家子孫的天跡 爸爸支持你 媽主支持你 大老支持你 大嫂支持你 希仔也支持你 是 說話說, 這次真的要感謝那個教授 沒有他就… 是教授 你真的要感謝人, 這是貴人 這次是貴人, 以後分分鐘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幫你 做得教授就認識很多教育界的高人 說不定, 以後可以幫到希仔入名校 我們這家人除了這個厲害妹以外 還有一個叫厲害嫂 這樣也想到幫希仔入名校 為人父母的事, 你知道多少 你倆別吵了, 其實今天下午 我已經請了整組的兄弟喝茶 他去到我一頸血 教授有打電話要感謝他 德仁恩, 我千年記 隨便一個電話說句謝謝 不夠誠意的 無論如何都要請人吃一頓 人家是富豪, 我請人去哪裡吃 不用, 中環, 富豪反堂, 龍義… 很聰明 聽說這家店經常包, 很難訂位 放心, 飛Sir, 龍記的大廚 是我, 老闆的師兄弟 真的? 是, 叫我老闆幫我訂位 不僅可以訂一張靜焗的桌子 留著好燒, 我還可以 是嗎?大哥, 我全靠你了 謝謝 小姐, 先開茶好嗎? 試試我本店的私風名前預選龍井 好, 開門給我, 謝謝 慢著… 是 請問要不要加錢? 要的, 每位是一百五十塊 我還有一個朋友還沒來 我先等他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喝 好, 慢用 不好意思, 遲了 不要緊 謝謝, 抱歉 點了菜了嗎? 今晚的餐單全是大哥幫我選的 有這個燒鵝, 還有燕窩做甜品 大哥說是這裡最有名的 兩位, 先開杯茶好嗎? 試試我們本店的私風名前預選龍井 每位是一百五十塊 對, 剛才報了也說過 但我打算等你吃點 不用了, 普通報理就行了, 謝謝 你訂的餐, 其中的小菜還沒選擇 你選擇呢? 中式牛柳 不好意思, 牛柳剛剛埋住了 不如試試本店的三寶羊雞翼吧 我們用新鮮的雞肝、乳鴿肉 腩肉釀在雞翼上, 很好吃的 大哥說很好吃的 就這樣吧 好 隨時上行嗎? 上行, 麻煩你 好, 謝謝 你今晚不要客氣, 隨便吃 你不要客氣就真的 你幫我破解了指紋失事之迷 還我清白, 我應該謝謝你 我也要謝謝你 給我這樣的難題 開茶計得到, 我很有滿足感 喝茶 謝謝 不如你說說你在英國的時候 是做什麼的? 除了讀書之外, 還是去去寨廠 再不然放假的時候 跟朋友拿出其他小菜 不過還是先去看廟 還是別說我了 我怕再說下去, 悶得你吃不下飯 不如說說為什麼你去做警察 我?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自己天生就是做好當差 不說你不知道 我們太太爺那代已經是大頭六醫 然後小小小當當差 我爸爸叫徐漢妃 你知不知道下音是什麼? 徐漢妃… 我大哥的名字叫徐國安 我二老的名字叫徐國娘 你加上就是徐步安娘, 保家為國 照這樣說, 你兩位哥哥應該當差才對 最壞是一個太矮爭, 一個太高 是血壓高, 終於由我繼承醫缽 你也算是另類花木蘭, 代兄從軍 是呀… 那時候我以為自己很勇 一個飛針跳到橋底裡 不知道有茶系捉到 好, 但原來我們環頭那種沙茶 都被我砸在下面, 砸到進去醫院 不是, 為什麼你吃得這麼少? 不適合胃口嗎? 不是, 今天帶我一個同事生日 請喝餡茶, 現在還很飽 但是你看著我吃, 我不好意思 不是, 我覺得朋友吃飯 聊天還要過吃東西 我今天晚上會享受 真的?我不客氣了, 我會吃的 好吃 回家裡有菜嗎? 不用了, 這次你不用再裝順路了 你吃飯了, 不用客氣的 我回答說話就行了 況且那邊還有過海小花 直接到我樓下的 不好意思 小哥 這份報告要遲一天嗎? 那你認為問題在哪裡? 有車也上不了 我回來了 怎麼這麼早回來? 我煲酒綠豆沙 阿主, 去龍記那裡 當然吃過椰汁燉觀念做甜品 綠豆沙投給我一天 是呀…還打拌很多給你吃 來, 開門 真的很多 厲害的妹妹 你是不是適合適合適合不敢吃東西 當然不是, 我吃了很多 反而教授金真的沒什麼吃 他這個人很奇怪 他跟我一起的時候說飽 然後走了之後, 自己去吃意粉 是嗎? 怎麼這麼古怪也有? 現在是有錢人的嘴鵰 嘴鵰?那裡是龍記 你還想吃什麼? 不是呀, 他是半唐回來的 吃意粉吃魚仔是正常的 這些是留給我們吃的 我應該請他吃西餐 媽志豪真笨 關你什麼事? 他不喜歡吃唐餐的早響 一生死了這番心意 等等, 你當然有問他 他龍記好嗎? 沒有的 那當然有問, 請他吃也希望他適合 就是呀, 他不喜歡說話嘛 是呀, 是男人的 就有那句話說那句 不喜歡就開口 可能人家客氣, 所以什麼都說好 客氣和虛艾是一算之他 算了…你看看 你拿東西回來也沒浪費 厲害妹妹, 你不用不開心 你已經做了你應該做的事 人家怎麼看就別管他 最重要是心很理得 沒錯 怎麼樣?登出廳的文件齊了嗎? 齊了, 我查過, 沒問題 我們這麼辛苦才能捉到強姦犯 一定不能讓他脫身 對了, 你們昨晚跟King吃飯嗎? 你又知道? 去哪裡寫? 中環龍記 龍記?你也挺好 什麼?那人家幫過我嘛 我想謝謝他而已 對了, 我應該先問你 問我什麼? 問問你他喜歡吃什麼菜 我失策, 我不應該請他吃龍記 其實你剛才說跟他吃龍記 我也打過砸 你知道他在英國大 每天在公園面對著天鵝、白鴿 很有感情 你跟他吃燒鵝? 還有鳳爪、內臟, 不適合他吃的 對了, 你沒有叫那個三寶養雞翅嗎? 有啊就是 但是…我早知道真是問你了 不要緊, 那麼不配晚餐飯吃得怎樣 也沒什麼, 挺開心 他也聽得挺開心 不過真的吃東西少了一點 我有問為什麼 他說下午時有大學的同事生日 吃了下午茶, 所以很飽, 沒胃口 不過這樣, 吃完飯之後各自各走 讓我看見他吃意粉了 其實他不喜歡吃中餐 可以開心見城跟我說 你剛才也說吃飯吃得開心, 是嗎? 沒看見他吃意粉之前, 我是這麼想的 其實King's這份人很紳士, 可以教養 他做什麼都會顧著別人的感受 他看你都準備好了 又訂了桌子, 又訂了餐 他更不喜歡, 也不會逆你意 你可以說他這份人懶有紳士風度 但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如果好聽一點來說, 叫客氣 如果不好聽一點來說, 叫虛偽 那些口是心非, 在你面前敗得沒什麼 在你背後說三道四, 說是說非 那些才叫虛偽, King's我沒有 你又知道 我昨晚跟他通過電話 他有跟我說跟你吃飯 還說吃得很開心 他還說那裡的東西應該挺好吃 應該適合我, 叫我帶女朋友去 真的? 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用哄你 是, 好, 謝謝你 你好, 細年妹 昨晚那段人打電話給我 我才知道原來我令你不開心 在這裡才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很破業, 我實在太過簡陰窄食 我想我要嘗試去改變一下 其實這頓飯真的吃得很開心 我一向認為合謂的才是朋友 適合喝適合吃的, 只是酒肉朋友 各位, 郭Sir 政署那邊已經正式起訴疑犯周孝賢 他有有錢的老爸周興 也會被控行賄兼妨礙司法公證 太棒了 今晚唱歌成為我的 謝謝… 對不起, 謝謝… 九龍城有一間第一伙 做特價, 殺他這隻龍蝦 好啊 最重要是喝啤酒, 要啤啤他 啤酒當然是美女廚房吃了才說 可以, 叫我老婆, 可以嗎? 可以 不好意思, 我臨時有重要事 不能去 不過慶祝一定要 這次要三千元, 拿回去 你找他可以嗎? 可以嗎? 他可以分開 他可以分開 你先吃東西, 還是先回家? 你決定 你決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是以我吗? 你不是以我吗? 我和你, 你是以我 你不是以我, 你是以我 你不是以我, 你是以我 以我那种 忠意无情白智四位 去示威, 胡亂跟人抗议那个小鬼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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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姐 不,Merry妹,你幫幫忙吧 幫我想好她 我一定要放兩禮拜大假的 不是我不肯替你計算 而是旁邊的隊伍那個駱Sir 早就進入了架子 每個人都來找我計算她 你想死嗎? 我知道,不就不理你了 來幫幫忙,兩禮拜而已 來死定她 你自己跟Madam說嗎? 不要了,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真的怕了你 我想那個禮會都可以替你退了一個禮拜 Madam,希望她不要介意 麻煩你…我們吃午餐,我先走了 麻煩你… Merry姐…有事問… Merry姐為何這麼急要請假呢? 是呀…Merry姐,就是這樣 就算Merry姐的假批了 其實你也不用這麼快跟她說OK 為什麼? 你應該吐一下她 問問她為何要這麼緊張放假 你們說是不是? 是呀… 我才不理你們這些人這麼八卦 乾杯 你今天天大的面子 King's今天特地不做研究主 走來和你吃飯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在Badda 是呀,我要訪問Chris Patton 你記得嗎? 我當時特地請三個星期大駕陪你 你為了他飛脫我 什麼?Chris Patton突然說要去Paris陪他的女兒 你也寧願陪他聊天 也不要飛來Paris跟他參加我 問題不在我身上 其實Gordon怪你沒有介紹彭先生兩個女兒 給他吃 我的天,Jeff 阿哥,好驚訝 宏蘭,不好意思,我先過去聊幾句 怎麼樣?還是這樣? 什麼?什麼怎麼樣? 就是介乎朋友和戀人之間 什麼都可以聊 但又不算深入,還不是你的另一半 我覺得我跟他現在的關係 是最完美的 就是我們都是那些要很多自由的人 我們互相需要 但又不需要為大家負任何責任 遇到不對的就幾年見一次 遇到不對的又幾個月見一次 挺好的,挺棒的 互相需要,但又不用怎麼見面 不是很合羅錯誤的 感情是沒有理論,沒有方程式 算不上也分析不了的,大科學家 某科學家研究發表過 產生男女之間吸引力的物質 是受一種叫本安基炳酸的化學物質 可以透過兩性之間的眼神傳遞 肌膚接觸而產生 開始由大腦沿著神經去到血液 繼而令皮膚變紅,身體發熱 甚至出汗,心情會激動、亢奮 這些就是男女之間熱戀的感覺 本什麼? 本安基炳酸 行了…五個字我只聽到一個字 就是個酸字 我現在不明白為什麼你沒有女朋友 或許你跟以前的女朋友是沒有結果的 但我懶得跟你爭辯 我趕著回大學 是 Nicole哥有時間談,你替我跟她說話 你先趕時間走 好,來… Nicole King姐趕著回大學 好,我今天請假可以陪著你 不如這樣吧,我們先去游泳曬太陽 然後去替航票好嗎? 對不起 我的新老闆剛剛長途的電話打來 說他原本安排去台灣採訪 立委的記者突然病了 又早報道,我立刻要去台灣幫忙 要去多久? 我意思是說 你完成了工作會不會回來香港? 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台灣和香港這麼近 我們電聯吧 好 糟了,我的朋友Rachel 說這兩天會來香港 我還答應帶她四處玩,四處走 那你快點打給她吧 不然說著做事又忘記了 不如你幫我吧 你幫我帶Rachel四處看看,行不行? 好 她是巴西華僑,很漂亮的 巴西踢球嗎? 這麼說,我就告訴她 然後把你的手掣電話給她 看看她打不打給你,好嗎? 好吧 那我可以回來收拾東西 那我請你回去吧 我稍後載你去機場 有機會我請我一架都沒事了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